大家好,今天來分享忍無情群劇情之順手拿葉飛全攻略 第一次見面時候是在連心湖 一進去繞一圈走到湖中先會看到忍無情和樓富昭在聊天 對話中得知他們隸屬不同陣營,但又沒有非常強大的敵意 無情表示我現在就可以抓你 富昭卻回說你還是先養好身體吧,實在難以想像他們是敵人 而這好友般的互動因為我得到來被打斷了 富昭跟無情說想必你也不會允許我今天殺人吧 我內心表示先不要啊 於是我上前搭訕無情問他的名字,他回我孤蘇常客 他難道不知道對話欄有名字嗎? 第二次見面就是主線結到一定程度,絕無心會登門拜訪 表示最近有天龍邦和賊寇交易的案件,但六三門人手不足 於是想請我協助辦案,因為我剛入武當 江湖人士皆不認識我,調查起來非常方便 了解前因後果後,準備好就可以到山口這邊集合出發 二話不說前往雙河村 出來乍到當然是先開始收集訊息,這邊有完美解法 先找村長交談記得都選迂迴詢問 再找胡大旺點交談 再找漁販子交談 最後找釣魚老翁收集訊息 都談完後整理訊息發現其中必定有一個街頭人 那又是如何傳遞情報呢? 前往雞療處查看 發現雞的資料大多是魚的內障 這時前往查灘處聯絡無心 我認為街頭人必是漁販子 晚上就看到漁販子正準備要傳遞情報 卻被無心抓個正早 而漁販子也毫不嚴世的直接承認 讓人想跟我們打 打贏後無心說我們還蠻擅長辦案的 要不要入六三門呢? 就算我想也沒辦法好嗎? 走之前說因為我的幫忙 大師兄在雷家村的任務會輕鬆點 而這時就會跳出支線 前往雷家村協助任務 想也知道這時還不是回武當的時候 一進雷家村就看到無情在門口淋雨 點對話無情會問你要幹嘛 當然是要選錢來相助 無情表示附近海域海扣猖獗 但雷家村卻安然無恙 於是我們第一個任務就是收集訊息 少俠快走這邊不太平 要不是雷老大階級估計要死不少人了 現在無法出海附近海路海扣橫行 只有雷撞趕走海路 近兩年造的兵器都由雷老大帶售 但不知道雷老大是賣給誰 想見雷老大自己過去 附近沒有郎中想看病也沒地方 這幾天連日陰雨無法出海 想出海找雷撞 附近海扣連官府都結 但唯獨不會動雷撞 雷老大出海只賣尋常海貨 因為沒其他競爭者所以賺非常多 最近出海常遇到鬼 聽到船上有奇怪的聲音 可是又沒看到人 少俠趁早離開 最近非常多海扣抓都抓不完 附近不太平啊 回報訊息時大致跟六三門查的差不多 唯獨多了一個訊息 水鬼 一趟遇到鬼是巧合 長期遇到鬼就有問題 不愧是六三門 馬上推論出人口買賣 討論到一半 近發現雷撞已逃跑到蓮谷山 下一站蓮谷山出發前會先跳出選項 此行的目的搜索到蓮谷山中的雷撞 走到蓮谷山腹地總算看到雷撞 不免俗的還是要打一場 打完以後雷撞進反水殺了翻江聖 無形反手將暗器射出 才發現原來雷撞是玄鳥葉飛假扮的 回雷家村討論下一步該怎麼辦 討論完我們推論出雷撞應該很早就死了 期間都是葉飛假扮 不過這情況有非常多疑點 例如為何要因我們到蓮谷山動手 還沒討論出結果外面出現了喊殺生 沒想到除了樓傅招一群人 連雷家村的人也是他們的人 傅招想說我們都是將死之人 索性直接幫我們解惑疑點不分 雷撞是前幾日死的 而他在前幾年就已經加入了天龍幫 因我們到雷骨山假接六三門名義殺了翻江聖 接手他的手下 雷家村對雷撞攀上翻江聖早已知情 甚至後期也加入其中 聊完後當然是送我們上路啊 這邊需要戰鬥兩場 這戰打完可以打到刀絕招天龍斬 第二斬 突圍之後我們淘置了桃花靈 無情表示心有點亂 需要重新整理思緒 但我們完全不給他時間 直接點他交談 無情接下來計劃會找 蓋幫李元欣集六三門神侯 一起來幫忙 雖然傅招已佔優勢 但敵民我岸 極短時間無法整合所有海蔻 我們這邊還是有優勢的 只要除去樓夫招 傅海礁失去天龍斑支持海蔻不足為據 反攻起來是要前往雷家村探探訊息 不是說過啦 先在等等不要靠近這邊 靠近碼頭會發現 海盜跟海商在起爭執 看來雷家村的人 跟枕邊後的海盜關係也都非常緊張 探查完就可以回桃花靈找無情回報 下一步前往雙河村 鏟除天龍斑 暗探1 查探左邊 暗探2 前面這個好刃 暗探3 減西 都解決完後無情有交代要放幾個探子找 前往蓮古山與無情會合 發現他們用3000人包圍敵方海蔻5000人 這就是無情要我們除去暗探的原因 讓敵方摸清我們的人數 加上蓮古山地形獨特 機翼造成回生 使對方為以為敵人眾多 這樣對方會將5000人的能力 分散到蓮古山周圍 這時只需一隻金兵 就可以殺向腹地指取敵方大將 講這麼多準備開打啦 先前往西邊支援仇無道 再前往東邊支援掌無形 最後到腹地支援冷無情 而此時樓傅招與葉飛 在山頂上讚嘆無情的排兵不正 利刃已盡在咫尺 你為何看起來不緊張啊 人生只有在困境及生死一線才會有突破 這樣才有趣嘛 在他們閒化加長時我們已經突破了腹地敵軍了 這邊可以得到可以用一陣子的三瓶暗器圖紙 前往山頂上只剩副招育人 開打 這張打完主角非常納悶 實力怎麼就這樣啊 才發現原來對方不是副招 又是葉飛假扮 但無情非常淡定的說 在下丐幫李原新 鏡頭轉到山下 竟看到無情藝人逮到蘭羅副招 我只能說他們玩藝人玩的好開心 搞得我很像局外人一樣 最後一戰無情vs副招 哇靠無情很強欸 副招表示這次是我輸了 無情卻說我要聯合李原新才能勝利 勝之不無啊 沒想到天下三智 仍無情李原新羅副招最後盡是這樣相聚 副招死之前要無情放了葉飛 並告知背後還有其他推手 這時葉飛出現表示要將副招屍體帶走 讓他走吧 我們來此只為結束戰爭 並不是殺光所有人 無情表示先回雷家村 這裡村民還等著安頓了 一進來就發現雷家村的人全死了 而傅海礁卻站在那 欸人不是我殺的你別看我 不是你那是誰 呃是我殺的 無情表示不能理解啊 神侯卻說雷家村勾結天龍幫追陣 卻遭暗律當諸 傅海礁協助神侯平定叛亂 神侯答應讓傅海礁加入六三門 殺民失心養虎為患 無情不能理解啊 無情你太過勞累 趁此回顧書休想一陣子吧 不必了 為諸逆賊 我以身負重創 請其骸骨 老夫明白了 即日起龍無情再飛六三門之人 無情說龍夫招身亡 天龍幫失去一大將 不久將會有大戰 若是有緣 待天龍幫大戰結束之後 或許還會再見面 測試先前往連心湖 到湖中看到葉飛已將傅招買好 突然出現兩位選火叫來確認傅招是否已死 並說要挖木正名 這種要求葉飛怎麼可能答應啊 當然只能開打啦 這一戰只有主角能參戰 而且輸贏都沒差 都可以繼續拒清 只是贏了可以拿到兩本秘籍 大家量力而為 可以拿到刀法三世 刀三火海世和拳法普攻 懸火長法 但不管你輸或贏 拒贏都是判定你輸 因為這樣才能順利讓這個人登場啊 對話中無法得知他是誰 但目前看起來並非敵人 反而幫我們解圍趕走這兩人 對話完後就可以邀葉飛入隊了 當主線解完天龍邦大戰結束後 即可前往桃花林 如果主線未解到那 到這邊是看不到無情的喔 簡單續舊一番 忍無情說 聯谷三之戰不該以此收尾 前往姑蘇城客棧與無情會合 見絕無心帶傅海椒來客棧喝酒 並引進一人給他介紹 殊不知那人就是忍無情 原來忍無情與絕無心聯合起來設計傅海椒 玉在客棧將傅海椒處理掉 不過這深打衣確實有點狠 這樣對方怎麼打啊 這場打贏後會得到二品刀圖紙 還會得到傅海椒的內功五橫天金 以及二品四品圖紙 這四品基本上已經是畢業裝了 因為要得到一品是非常後面的劇情 最後忍無情心願已了 加入我們並送一把暗器最強內功 選滿後進場會獲得三到六成狀態 用暗器攻擊會額外再造成一次傷 以上為忍無情看夜飛獲取及雷家村滅村群劇情攻略 這是繼小白後也有非常完整的劇情的夥伴 看來作者對暗器夥伴非常照顧 背景都交代得很清楚 我是蠻喜歡暗器流的 所以無情跟小白我都放在隊友裡 如果你也喜歡暗器夾 千萬不要錯過冷無情 我是小楓 我們下次見